这是我显于2016年5月2日的一篇文章,现在重读一下,特别应景,不休该一次,再发于此,一直想搞清楚企业,税费税后净利润的大致数据,今天在一本杂志中终于查到了。 据学者欧阳华生,江克中等人对江苏胜的调查,在第二产业中,用税费税后净利润,衡量的综合税费,负担率最高的橡胶制品业,达到387%,通俗的讲,企业产生100元税后净利润,需要向政府交纳387元的税费。 另外,同属第二产业的仿制业,达到124.3%,第三产业中,综合税费负担率最高的交通运输业,达到478.8%,餐饮住宿业达到339.6%,咨询服务业达到253.5%,政府以税费方式采与企业收益分配,负担率越高,表明政府从企业收益中拿走的越多, 马进浩说快计,大家如果在企业中从事财务工作,希望你能够留下贵公司的税费税后净利润的大致数据,以供大家参考。 Darling要健康,健安借110%,那人们给我们公司,月亏50万,我们亲自交税约12万,不算员材料房租中含的税,海贼王One Piece建筑业大约在350%, W清风月影,我单位15年大约是300%,加电制造业,从虚拟股权分配关系来讲,我原来想当然以为政府占股比例较小,之多不会带于所得税税率的25%的两倍吧。 但从上面的数据,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,政府是绝对的大股东,关键是,这个大股东一不出资,二不承担亏损的责任,三是无论盈亏,他的收益分配都有镜像。 所以,我曾经说,企业家是天然的雌煞家,他们给国家交税,给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,他们只有在支付分配外工资,税费,利息,租金等后的最后剩余分配权。 干事业的企业家简直是伟大啊,要给他们敬个礼。 天堂的阳光,有次坐快车跟师傅聊天,他说他之前是企业主,后来实在不堪被政府中税,还要随时伺候各路主管部门领导的私人需求,做生意还要承担经营风险,最后索性把企业关了坐点股票跑跑快车。 这就是中国中小企业主的生存现状,没有人愿意做实体企业,我们的社会靠什么发展,不停挨资金吹气球吗? 马静昊说快轻,政府必须想办法让做实体的企业家挣到钱,这是大众创业,万众创新的关键。 企业税负越重,政府就越有钱,因此,一个职能核规模越来越大的牛逼政府,就出现在我们面前。 就有能力花钱大早建设,为新民约投资拉动经济。 不过,现在到头来,又得努力的开始去产能,去库存,去抗改,降成本,不短板。 这是实践凯恩斯主义的必然结果。 实际上,依靠减税促进的经济增长,才是内生型经济增长,才是健康的。 当前,中国的税负不是重不重的问题,而是很重,不是要不要减税问题,而是必须减,不是倾庭点水是减税的问题,而是必须造势斗瓦事大减。 政府承诺应该增减,付5000亿元必须落实的位,其他税中也要有相应的减税的动作,至少应该限定财政收入的增速不能超过GDP的增速。 千万不能再出现前些年二倍以上预计GDP增速的情况发生。 大家知道吗? 在中国18个税种中,只有三个通过人大立法,他们是个人所得税法、企业所得税法和车船税法。 其他15个税种,包括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等主要税种,都是通过国务院财税部门制定,以暂行条例的刑续开征。 那是依据1985年人大对国务院立法所造成的现象,所以后来财政府只要简单的发一个条例或者规定,就可以随心所欲开设薪税,调增税率。 政府都有增税的冲动,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增税容易减税难的原因,但是,西方国家确实减税容易增税难,这是为什么? 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的税收权利真正归属于立法机构,要增税,首先德国议会的管,而议员们多罢费逃好选区内的选民们而投反对票。 在中国,人大应收回的国务院的立法,税收如何争,必须经过人大批准,真正实行税收法定原则,不是通过制定一个条例,想争就争,想争就争,很多人其实不懂什么是民主,什么是自由,深度误解了这两个词,却还在嘴上总叨叨这两个词,在我眼中,管花钱的预算能够透明,公开。 另外,就是民主,管收钱的税收,能够实行真正的法定原则,税负低,就是自由,政府任何政策法规的制定,特别是税收法规的制定,都要考虑到的因素,要先符合天理,天理大于法律。 税收的天理就是公平,便利和节省,平享的奖,政府征税,绝可取淡,不可杀鸡,否则,国民可能未来得及经济发展的红利,却要先受其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